国语小将张志杰在赛场上突发昏厥离世 引发外界关注 为此,在张志杰去世的新闻发布会上 印尼语总发言人布鲁多表示 医学结论表明,受害者经历了突发性心脏骤停 印尼语协透露 张志杰到达医院时已经没有了脉搏和自主呼吸 医院随后对其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心脏复缩 到当地时间20时50分 医院认为张志杰已经死亡 中国语协仍尝试转院 送往另一家医院进行心脏复苏1.5小时后 20时30时20分宣布死亡 目前张志杰的遗体正在等待他的家属 据《大核报》报道 张志杰幼年丧父,是妈妈一手带大 而妈妈听到噩耗后已病倒入院 张志杰有一个姐姐 姐姐已在网上质疑现场的处置 她将来到印尼处理善后事宜 收取美丝 收取美丽 百分bard o green financial 下